昨天A股共有1120档股票跌停 在线千股跌停惨况 上证指数不但破掉了2638点的熔断底 就连2600点也跌破了 创业板更是惨烈跌幅超过了6% 如果从最高点计算 如今跌幅已经接近70% 要知道2000年纳斯达克世纪大泡沫 5100点跌到1100点 跌幅是78% A股2008年超级股灾 6100点跌到1600点 跌幅是72% 所以如今近70%的跌幅 已经是股灾级别了 现在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 就是信心崩溃 最典型的特征 就是利好当成利空用 长假最后一天 中国央行超预期降准 释放了明显的政策底信号 但是转天A股就跌了一个4% 市场给出的说法 是利好兑现及利空 既然利好不起作用 那么整个市场 也就被负面消息牵着鼻子走了 随后美股大跌 而A股自然也就跟随暴跌 其实两个股市的周期完全不同 美股是从高估值开始下跌 而A股的整体估值 已经接近了历史最低 现在的整体市场估值 已经低于了2005年998点的水平 也低于了2008年的1664点的水平 仅次于2014年 就目前来看 中小创业版已经创了估值的历史新低 大盘蓝筹股也已经在明显的价值低估区域 唯一还高估一点的 就是年初暴涨的 以茅台为首的食品饮料 这么低估的位置上 还发生暴跌 是极其不正常的 说明A股已经病入膏肓 自身恐怕已经没办法恢复 现在急需迎来外部的大拯救 基金业协会发文章 市场最差的时候 就是投资最好的时候 来给市场打气 而财经杂志也传来消息 已有权威人士和专家学者加紧调研 你向监管层建言 希望再次考虑 设立万亿级股市凭准基金 并进一步放宽 保险资金和养老金的股市投资比例 据悉 相关建议还包括 改进股市分红制度 提高现金分红比例等 但似乎还没有得到监管层的明确回复 美股第一天暴跌 特朗普就第一时间 喊话美联储 指责他们加息太快 并表示对鲍威尔很失望 这起码表明一种态度 但在A股上 中国还没有表现这种态度 长假之前 中国人保这种巨无霸 还获批IPO IPO集首次公开募股 将从市场抽走百亿资金 而长假之后 股市连续重挫 但发审工作仍然继续 生产泡胶凤爪的 有有食品IPO过会 市场重挫 创业板跌70% 也没有阻挡新股发行的步伐 所以拯救市场 必须先从停发IPO 养金蓄锐开始 这是个态度问题 否则节责而鱼 无论对投资者 还是要融资的公司 都不好 根据A股历史经验表明 市场真正的筑底 一般都在监管层 停发IPO的半年之后完成 换句话说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抵之前 都有停发IPO的政策 如果不停发IPO A股很难真正筑底 最近的一次 是2015年下半年 停发IPO 开始就是 股市才逐渐起稳 11月又着急重启IPO 结果转过年来 因为熔断触发 又来了一个股灾 2005年5月 也停发了IPO 持续了一年 随后股市驻底 并且迎来了大牛市 2008年底 同样停发IPO 促进了股市反弹 但是后来2009年 又着急重启IPO 结果反弹在 3478点 戛然而止 2012年到2014年 长达一年多的停发IPO 股市才完成了 缓慢的筑底 所以总结历史 中国股市 在停发IPO后 才会真正进入 股市的底部阶段 这是肯定的 而重启IPO 则会让股市承压 如果复苏强劲 进入大牛市 重启IPO 能维持一年以上 不会有问题 而如果没有进入牛市 就贸然重启IPO 结果就是 让反弹戛然而止 很可能会探底更深 949596年 就是这样 一看市场稳住了 就马上重启了 新股发行 结果相当于 又揭开了商发 而且流血不止 很多人期盼着中国央行 再次启动 印钱就是模式 但是在美国 回收流动性的背景下 依赖美元 提供货币信用的中国 根本就没有这么干的空间 要知道 截至8月底 中国央行的总资产 36.26万亿 其中外汇占款 21.53万亿 占比只剩下 59.4% 较2014年 已经足足减少了 20个百分点 按这个状态 中国要想救股市 就只能是凭空印钱 但是凭空印钱的后果 看看高度依赖美元 提供货币信用的委内瑞拉 货币犹如草指 这种后果实在太过可怕 综合来看 目前A股 已经进入信心崩溃阶段 再这么跌下去 人心就散了 到时候恐怕就需要 更长时间恢复 如果股市的融资渠道 被摧毁 新股长时间的 被动的发布出来 那么也必然引发 创新和创投的退潮 最后受伤害的 还是实体经济 今时今日的中国 必须正视 在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难题 深刻了解资产价格泡沫 给实体经济带来的 巨大破坏力 从此借交借造 沉下心来发展实业 尊重实业 中国 才有可能 在这个即将建立起 全新的经济规则的世界 找到自己的位置